欢迎收看本节目 所有的私人物品 但并不是因为续约无望 执教国安期间 热岛和他的团队 一直都住在三里屯的Ciao酒店 出征亚冠之前 他就跟俱乐部说 以后不住这里了 因为今年大部分时间 都不在北京 又要去踢亚冠 就算明年继续执教 也不准备住酒店了 没必要浪费钱 临走的时候 酒店大堂经理 跟热岛合了个眼 然后发了朋友圈 再然后就成了新闻 走了样儿 变了味儿 编辑 姚凡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